本期海外路如通 我们来关注领导力 我们会实地走访 哥伦比亚大学 哈佛商学院等 来了解领导力 为何在海外高校中 大受重视 领导力如何评判 如何培养 又对我们有什么实际意义 就是让我们这些学生 能够胜出的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能力和机会 精彩马上到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海外路路通 以当为您提供全新的 海外留学和投资资讯的节目 那今天的这一期 我们要聊的是海外留学 我们为什么要谈领导力 那到底什么是领导力 为什么海外的一些高等学府 会非常重视领导力 那如何来培养领导力 今天我们就请三位嘉宾 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 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 海外留学专家袁正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 那第二位呢是 出国策略专家马可富 你好 第三位是2012年 刚从麻省理工学院 斯隆商学院毕业 目前在国内工作的蒋一鸣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三位 那我想今天咱们聊领导力 这个词非常的火热 那么在三位你们个人的定义当中 领导力到底是什么呢 我觉得领导力应该是说 富有远见 然后能够带领一个团队 用创造性的方法 去解决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领导力其实它是一个社会的责任感 领导力的话就是某一个人 他这个带领一定的团队 设定一定的目标 通过完成各种工作和克服各种的困难 最后达成某一个目标的这样一种能力 我们都提到了海外的著名的学府 高等的学府都会非常注重领导力 同学在那边学习的过程当中 也会有领导力的培养 所以现在我们不如去海外的大学看一看 在那里学习的学生 或者说是已经经受过领导力培训的 现在正在教领导力的老师们 是如何来定义领导力的 2014年4月24日 哈佛商学院赵珠木兰中心点击 这座已家族中的已故女主人 赵珠木兰女士命名的大楼 是美国第24任劳工部长赵小兰的父亲 赵希成博士及其家族 送给哈佛商学院的礼物 奠基仪式上 赵小兰女士代表全家 做了简短有力的发言 而现年88岁的赵希成博士 也目光坚定 美国第24任劳工部长赵小兰女士 和她姐妹中的三人 都毕业于哈佛商学院 在这所目前在全世界排名第一的 商学院的网站上写着 我们致力于培养改变世界的领导人 听上去啊 这是一句非常雄心勃勃的话 那么能够改变世界的领导人 是什么样子呢 Leaders come in different packages You have to generate ideas for people to follow How to articulate a clear vision with priorities What type of consideration should you take into account And weighing those issues A leader has to serve the people As people get older That notion of success is much broader And it often involves What can I do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在哈佛商学院 领导力是一个被着重强调的词 这或许是为什么这所学院一直领袖辈出 The main classroom building is Aldrich right here So that's the building where most of the classes take place And I had a wonderful time 哈佛商学院的课堂中 大家都被要求在众人面前 做出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 也因此同学们需要在课前做充分准备 The people at Harvard are incredibly smart You learn from your classmates And you don't necessarily always show leadership qualities in a classroom But you can in your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In your social groupings And so leadership need not be narrowly defined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leadership Is having your own ideas 在以训面学生领导力著称的哈佛商学院里 为真实商界案例做出果敢判断 是培养这种能力的第一步 也是将这种软实力与现实结合 不断加强的最好方法 We'll do probably 500 cases in two years Have 500 chances to put themselves in the shoes of a protagonist By doing that over and over and over again We believe students will learn how to put themselves in the shoes of the decision maker And ultimately develop leadership skills That they can then bring to whatever career they pursue After they leave 而远隔重养来到这里的中国学生 是否认为这里的学习真的能够提升领导力呢 你觉得在哈佛的课堂上真正能学到什么呢 我觉得课程更大的作用不是说教你一堆领导力的理论 而是说给你一些非常切实际的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 然后让你自己考虑一下 你自己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选择 一个好的领导 首先你可以在一个比较重大的危机面前 能够很快地做出决定 If I'm a good leader I make people around me perform at a higher level Because I'm present 你能够听尽别人的意见 你要有给你的下手 或者给你周围的人这样的一个机会去表达 You need to step back and think Can I make you more effective 作为一名将四个女儿送进哈佛商学院的父亲 88岁却仍是企业董事长的 赵老先生对领导力也有自己的理解 一个人做不了太大的事情 一个人也做不了太好的事情 你要一定要有一个团队 一个team 这个team都要给他们自己发挥和会的力量 好 那么这个领导力和咱们留学非常有关 学习当中要用到 但是这个词真的是让人感觉挺虚幻的 在我看来我觉得领导力是非常实际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在工作中如何去让跟你没有直接汇报关系的人 甚至说在职位上比你高一级的人 去倾听你的想法 按照你的想法去做事 把这个目标达成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考验领导力的地方 那么领导力呢 分开说呢 就是其实领导的能力 能是什么是技巧 力是什么就是刚才说的是天生带来的东西 能是后天是可以被训练出来的 我同意这个傅老师的这个想法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分三个层次 第一个 如果一个小孩他比较爱说话 比较愿意从别人那里获得很多信息的话 这个首先就具有一定的领导力的潜质 第二层的意思 这个孩子要善于质疑一些东西 有好奇心 第三种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要有一种很强的责任感 那么这种责任感衍生或发展到一定程度 就是社会责任感 这个三个如果说有的话呢 这个孩子就是领导力比较显著 这个苗呢 报送商学院 这个是当领导的 总结刚才袁老师讲的 领导力是有三个特征 这就是好奇 好动 会来事 就是说你会提出问题 就像您刚才说的 妈妈你说的这个西瓜是原刀 我不这样认为 如果是你用刀切四块的话 它就变成方的了 我说西瓜是方的 他敢这样讲 这孩子就击败了西瓜 还有一个呢 但是我们刚才讲就是 他要有创意性的这种创造力的这种表现 那么这两个条件 如果你的孩子有的话 哎呦 你这个家里就千万要好好的培养他 哪怕他将来就是不出国 这个孩子一定是将来出人头地当领导的 现在的孩子在受到我们中国的一些传统的教育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也可以同时得到一些领导力的培养 领导力不是学出来的 不是去学钢琴 学舞蹈的那种学 其实它是一种呢 浅延默化的一种能力建设 学生他质疑的时候 你不要不耐烦 我觉得其实你就是在发展和培养这种领导力 我认为是至少是在高中以后 才可以进行一种系统化的 或者说是一种科学化的一种能力建设 他这个观点非常对 我觉得他就是说 父母不要一刀切的去否定一些小孩的这个想法 尊重他的想法 适当地去引导 给予支持 然后去给予适当地控制 等到了一定这个 小孩有一定认知能力 再通过一系列比较科学的理论化的这个体系的培养建设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完整的一套这个方法 在嘉宾看来 领导力培养可以从小开始重视 首先要给孩子的天性与空间与鼓励 其次领导力培养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绝非短时间的突几可 第三 比较系统的领导力训练可以从高中后开始 每个人的可能与生俱来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些潜在的领导力 怎么样来挖掘他 培养他可能是家长老师学校 包括孩子本身都要关注的 那么在学习领导力的过程当中 我们又将会学到一些什么呢 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聊 在这里提醒观众朋友们 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和微博 ICS海外陆路通 同时也可以写email到goabroad at ics.smg.cn 我们广告之后再回来 下一节中我们将看到 almost every process of change management starts with the leader understanding his or her own strengths 最后十分钟的时候 老师都会给我们时间静静地思考反思 可你考alom 去uraMoment 见到 regulatory новый步经 well 能 stand 这分钟 费 那些不领导请 吟 香港人 吟 很 rap 除了 他 说 were telling my boss I want to realize my dream Wow you know look at that Jeff they've got their own why didn't we know about that if the girl wear its full Golden like this oh that's pretty flashy be sure to Chinese you need to call to matters and June 29 中文字幕志愿者 您好 这里是12345上海市民服务热线 市民至上 清新服务 服务热线一号通 服务百姓百事通 最顶尖的院校 最权威的教授 最合理的学生 最深入的体验 最有用的信息 每周六晚18点 ICS海外陆路通 敬请期待 新西兰 纯净的哈特雪山牧场 珍稀的雪山牧场奶缘 给天生珍贵的宝宝 纯净培尔贝瑞 What is travel? a plane ticket or a road trip a luxury hotel or a boutique farmstay an active lifestyle or a way to make a living join Culture Matters for a special journey every Sunday evening starting June 29th let the travel season begin 在注重个人全方位素质的今天 领导力似乎成了一个非常流行的词汇 那么领导力和一个人的日常生活 有怎样的关系呢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中 我们见到了已从事了二十多年 领导力专业方面教育的Marsick教授 他向我们讲述了 他认为领导力在当今生活与工作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我的名字是Xian 嗨 欢迎见到你 Professor 领导力传统论是不一样的 中国人们不知的 你能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吗 领导力传统是来到的 因为在社会上有很多挑战 所以领导力传统 他们帮助人们分析自己的领导 我们说是领导力传统 从内部到内部到内部 大概每个选择的领导 开始了 领导力传统 想到自己的领导 两个人一起 我上学期上过一门课叫 Leadership and Self-Development 我们那个课程有三个 Components 一个Components是 Personal Assessment 主要是帮助你 回忆你当时在某个困难当中 你是怎么样做你的决策的 第二点就是Coaching 你先会Develop 要进步的一个Action Plan 然后你的Coach会 帮助你在这个阶段有一些Develop 第三种方式就是Jurnalling 我们每次在课上最后十分钟的时候 老师都会给我们时间静静地思考 反思我们这一个星期生活上的一些事情 然后我们学到了什么 误导了什么 我们想改变什么 林雪焦同时是各大中国学联的联合主席之一 在竞选上任后 领导力课程的内容 被很快充分运用在他实际的工作与学习中 感觉到领导力是一个 影响他人的一个社会过程 在这个Leadership Program里面 你会发现这个Communication 就是沟通能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 这方面你是一天一天培养起来的 而不是说这个我突然间就有了这个能力 还有一个就是平常 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工作都会有一个团队合作能力 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不管是在事业上面 工作上面 Lifelong的一个 Experience而且是一个benefit 但是在领导力被广泛宣传的今天 对于那些事实上并不处在领导岗位的人 谈论这样的能力是否还有意义 尤其是你不认识 如果你不认识 如果你不认识 如果你认识 你会能够得到一项目的 我认识 我认识 每个人是一项目的 也认识 也许在自己的一项目的 所以这个想法是一项目的 所以这个想法是一项目的 我们不在习惯 我们不在习惯 不在习惯 因为它不容易 因为你必须得 你必须得得到一项目的 然后你必须得得到一项目的 然后你必须得得到 有力量 去认识 先问一下咱们的留学专家袁总 为什么海外的高正学府 那么重视领导力这三个字呢 这个商工学院里面的 这个NBA课程 那是把领导力作为是必修 但是它不是说 你是处于一种萌芽状态的领导力 你就可以进去了 它在你申请的时候 特别是在面试 通过面试 这个环节 对你的已经具备了 这个领导力的 这个程度和你的潜力 它要求具有一定的层次 怎么来鉴定呢 它会让你写这个申请文书 大部分上的申请文书 它会问你三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你为什么要读NBA 你将来想要干嘛 它希望看到是说 我将来要成为一个 可能是一个公司领袖 我觉得这成为领袖的过程当中 很多东西我缺乏 就是NBA可以给我的 第二它就会问你说 你有没有做过一些 非常具有领导力的事情 如果你告诉他说 我的领导力只是说 我是一个产品经理 我带着三个 本来就归我管的人 我们开发了一个产品 这个就是比较浅 他觉得这是你的日常工作 还有一个问题 他会问你说 你是不是曾经失败过 他要看你如何从失败中 背负过来 去学习到一些东西 这也是领导力很重要的 是 但是当你进入了这个校门之后 开始真正学习的过程当中 你这个领导力怎么能够 很好的体现 可能也是相当重要 如果你学会了很多领导力的一些技能 后天培养的技能 那么你在海外留学的时候 你就会表现得特别的出色 工作当中那些学校里培养出来的东西 对你海外的生存也是有特别帮助的 我非常同意傅老师的讲法 就现在我们很多学生在海外就读以后 他没有特别强的一种区别 或竞争于别人的一种潜质 那么我觉得领导力和他下 下的很多次能力 我觉得就是让我们这些学生 在未来的这个国际竞争当中 国内竞争当中 能够胜出的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和机会 那么我们来稍微列一些 这个领导力他的这个技能 到底应该是有哪一些 目标很重要 发掘一些目标和一些 有意思想法的能力 第二种我觉得他是要把这种目标 进行一种灌输和传播的这种能力 那么第三个我觉得这个能力就是一个 在实现任何目标当中 都有一个什么很重要的一个协调 沟通功能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讲扛得住 在碰到风雨 碰到困难的时候 有没有迂回的可能 没有迂回的可能就得冲过去 在他袁老师讲的上面 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说我们要有这个所谓的冒险精神 其实说的简单的就是这个 孩子学生或者将来职场人 他必须要有胆识 为什么领导力与留学生活息息相关呢 嘉宾的看法是 首先很多高校把领导力看成申请者发展潜力之一 其次在海外高校重视的课外活动中 领导力是必备素质 第三领导力能赋予留学生很实际的竞争能力 那么在我们具备了一个相当不错的领导能力之后 回到国内工作的时候 学习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实用呢 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话题广告之后 我们会会三位嘉宾继续来聊 那么请大家呢 还是要记住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和微博 ICS海外路路通 同时也可以写email 导航abroad at ics.smg.cn 好 我们广告之后再见 下一节中我们将看到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文化上面冲击 And that actually starts to build leadership skill One dish a day definitely makes a difference 汤维的新发现 新潘庭 新洗发配方 帮助修复更隔离损伤伤 从第一次使用开始 有助绣发健康 要别损伤才会那么闪耀 新潘庭 我有行 我帅气 嗨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头发了 广告需诚信 代言需谨慎 We see culture But how does it matter Through history Through the arts Through folk traditions Through activities And most importantly Through people Find out the answers And culture matters Please be sure to tune in Every Sunday evening At 7.30pm On ICS Here we have All the great movies And here we gather All the famous stars Action Science fiction Suspense Romance Or even renowned classics We have it all Interested in authentic foreign movies Stay tuned for high drama Monday to Saturday Only on ICS On ICS We see some more We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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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rich wealth of advertising Of knowledge Of wisdom Of wisdom And how do I translate it To really maximize the value In my context In my situation And what I'm doing телефон Todach schmidt 你们在这边接受的西方关于领导力方面的教育 你们有怎样的感受 中国的教育里面呢 对领导力的这个强调并不是很多 没有西方这么多 其实领导力并不是说你去管别人或是领导谁 而更多的它是一个沟通 有效的沟通 如何去说服他人 如何用自己的主动性去改变这个团队的合作的状态 然而若中国留学生学业完成后 想回国发展 在国外轻力打造的这种软实力仍然有足够价值吗 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观点 他们是在某种程度上的理想和信息 在某种程度上的社会 中国的领导性仍然是比较合适合 我们做的选择很快 根据我们是在某种程度上的选择 我们是在某种程度上的选择 但是当你看着人们 非常成功 我会觉得有更多的不同的 我会觉得有更多的 我们会做的就是正确 帮助我们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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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能学到吗 各位 我觉得是这个答案 肯定是否定的 像我们国内的 这个发展速度也很快 那么我们国内的这个商学院 这个一些顶尖的商学院 也有这样的课程 和培训的这个一个计划 那么在及时到国外去 读这个领导力这个课程 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 很大挑战 对于孩子或这个人 这个学生本身 如果你把将来的发展方向 像我们很多 像张朝阳这样 就回到国内发展 那你又有一个转化的过程 因为什么呢 领导力这个东西 和语言载体 和文化背景太相关了 那我不知道您现在国内工作 有没有感觉会有 格格不入的地方 我觉得总体上 我很同意袁总的这个观点 就是说这个领导力呢 你在国外 你更多训练是一种领袖的气质 但是具体来说 你回到国内怎么来用 我觉得这是要非常接地气 可能原来有很多方法 你要经过调整 对我特别有体会 因为我们是用过海外回来的这些本科生 我非常喜欢他们的一点在于他们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而且他们学的技巧是被训练出来的 所以这方面特别有系统 但是它有缺点的 讲一个例子 我们有一个PR的一个助理 他来写一篇文书 写一封信 他就非常的直接 我说你可不可以稍微技巧性一点 不要那么直接的去回答人家 去说 他说我都实事求是 该说的就说了 那么中国文化不是这样子的 中国文化可能是更委婉的 更修辞一点 甚至可能有一点点圆滑 是吧 让人家看得很舒服 但是他们不是这样去想 所以就说可能有些学来的东西 回来以后 确实要接地气 要有东方文化的内涵 来表达你的领导力 那是更好的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 出国留学学习领导力之后 要注意的几点 首先要意识到 领导力教育与社会文化背景息息相关 其次 学习到的领导力方法 在运用时 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 接地气是通用准则 那当然 无论是在国内学习也好 国外学习也好 最主要的还是要能够融汇贯通 融合你自己的技巧和知识 把它运用到一个适合的大环境当中 好了 那么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 能够给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有所启迪 在这里呢 也是再次感谢三位嘉宾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和微博 ICS海外陆路通 同时您可以写email goabroad at ics.smg.cn 感谢您收看了 本期的节目 我们下周的海外陆路通 再会 下周海外陆路通 请锁定海外陆路通 2014年7月12日 ICS海外陆路通 携手风月教育 沐上独家呈现盛大留学派队 摩都派美国专场 顶尖大学招生面试官现场传授申请密集 留学达人同校前辈 共同分享海外生存法则 以狂欢知识 交良师益友 ICS海外陆路通 摩都派7月准时开启 具体报名方式请留意屏幕 赶快来报名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